优酷新综艺一拍即合的我们已经上线 这是一档全新的演习演技的综艺 这档综艺与之前的演员的诞生类似 都是表演型综艺 尽管这档综艺请来很多连很深的年轻演员 但是这档节目还是蛮有看点的 快乐家族小范围合体自从快乐大本营停播后 快乐家族的几位就开始磕奔东西 只留下何种艺人还在苦苦之称 其余几人基本很少有机会出镜 就连之前最活跃的谢娜 也是今年才重新活跃在大众事业中 不仅参加了芒果台的浪姐4 还成为门探探案的常驻嘉宾 这两档综艺都为谢娜带来了不小的热度 尤其是浪姐几乎已经将谢娜作为最主要的营销热点了 表现在综艺节目中 这两位几乎都要人忘记他们存是最红的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了 这次三人的合体还是蛮有看点的 李维嘉的主持功底依然还在 会在谢娜跑偏的时候及时将她拉回来 而无星的话依旧比较少 但确实句句都说在了点上 谢娜还是一如既往的负责搞笑 插歌打笨张嘴就来 尤其是说到她追剧的去世时 让不少人都觉得原来谢娜和我们追剧的时候一模一样啊 正如李维嘉说的那样 我们的关系比水浓一点但没有超过血 原来不会太清净 现在也不会太疏远 是啊 这就是处朋友最好的状态 有分寸又有边界 但在你需要的时候她永远在 杨子是张一山永远的圆脉 令小编没想到的事 在这档综艺中还能刻到杨子与张一山的友情 这两位因加油儿女相识算是青梅竹马 虽然两人现在的发展天差地别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情天长地久 知道张一山要参加这档节目时 杨子早早为她录制了加油视频 不仅在视频中 各种说张一山的优点 还在最后号召大家都为她加油 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友情真的太荡人羡慕了 而张一山正有剧在播 这部剧是近些年唯一一部竹马打败天将的剧了吧 张一山饰演的秦川真的太有感觉了 尤其是在姥姥过世的那段戏里 她靠着关小彤的后背无声的痛哭 让小编都不自觉地跟着她流泪了 她的共情能力真的太强了 小编相信有朝一日她一定可以凭借演技征服所有观众 网红也来演戏 这次的嘉宾中竟然还有一位网红 她就是易曼玲 这位美女网红在网红率性下颜值确实不低 她在她的视频中什么也不需要做 只要美美大或者门门大就可以千分无数 但是演戏真的不适合她 这次她饰演的是万人迷 表演时小动作颇多 充满了角柔造作感 这哪是演戏 这就是网红拍视频啊 而且她吐字不清 好感情只有深拉应几的僵硬表情 她的这段表演除了尴尬就是尴尬 真的应了张紫怡在演员的诞生里说的那句话了 演员真的很挑人 所以网红还是做网红吧 就不要来让观众尴尬了 总之这档节目看电还是蛮多的 这里面小斌除了期待张一山以外 还很期待蒋依依和钟星桐 小斌真的很想看张一山与这两位美女演对手戏 肯定很有看头 欢迎与星星一起聊明星一拍即合的我们